孙德范62岁 气象仪器厂退休 退休工资2300元 丧偶 住房面积54平 这个 来啊 镜子看看来 而且也有啊 这个 这不是感觉 要说勤快干净利索 孙大姐说了 一般人可比不过他 在唱歌方面 那更是数一数二的了 不吵什么吵 早起也唱 中午也唱 就是只要我在家 就哼哑哑哑唱 除非看电视的不唱了 整是小吊钟在嘴里哼了 一天没事 擦在地里哼哼 今天我赏了他哑了 要不就给你唱一段了 赏了哑 从小到大 孙大姐用来解压的 唯一方式啊 就是唱歌 她说只有唱歌的时候 才能暂时忘记生活的艰难 小时候四岁就没有妈了 我爸天天带着我上单位 给我放到坑下 我爸干活 放到坑下 后来我九岁 我五岁积母到我家的 也挺好 到这来第二年生个弟弟 然后呢 两个妹妹一个弟弟 积母对你怎么样 挺好的 那时候你家里穷吗 都困难死了都啊 没有 那啥人家花了 那裤都没有啊 全都补丁落补丁的 都没有那个铺身 就拿那个 过去那裤衩边 那个男同志穿的裤衩边 慢着我晕晕的 我一小时候我就干净了 就那个烙定 我就烧隔火 烧好了就晕了 一谈起以前的穷日子 孙大姐有些 控制不住情绪了 小时候自己是个苦孩子 长大后又成了一个苦女人 吃一顿醋油对粉条 那算是过年了 整天是把我面 搁我大饼子 我挣22块钱 我得给我爸送10块钱 我就自己留12块钱 就这么苦 我得可怜我爸呀 我爸你觉得 那些弟弟妹妹都没活口啊 孙大姐后来 嫁给了同一厂子里的同事 婚后又生了一个可爱的儿子 原本以为啊 日子就会好起来了 没想到的是啊 在孩子15岁那年 丈夫突然得了重聘 那个老公前夫咋没了 结伤癌 结伤癌就是老辣肚 老辣肚咱就形色 吃了酒醉盒子了 或者是酸菜有的不服 那个就辣肚呗 结果吃是卸得停啊 什么上医院打针啊 也不好 不好后来就做得长径 做完长径一看 一马就全完了 全都烂了 那咱得救啊 长癌不是说能救活吗 说这街上就没事嘛 能多活几年嘛 结果我就做手术了 三个月 做完手术三个月就完了 自从孩子爸走后 孙大姐变成了一个苦娘 她说呀 自己就像个机器人 只想着干活挣钱 把孩子养大 干活儿啊 给谁家不得时间干呢 干活儿去 给人家看过孩子 打算卫生 干过保洁 在于此 当过保安到保洁 在水吧给卖过水 就是太难了 就不想活的意思 我都有那种感觉了 都想让亲生了 就不想活了 我太累了 真的 我不想这样 对的 不想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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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块不好 我没有想这样 但是一提起来 心情不好 对的 很苦啊 太苦了 很苦 嗯 特别苦 好在付出终有回报 儿子终于成家立业了 孩子们啊 也都很孝顺 只是每当一个人的时候 还是有种 说不出的心酸 一上老家了 多上我们庆舍那头去了 就把我自己拢家了吧 这心情就 就不得劲了 胖那块就该掉在那了 就是特别空了 就觉得 你说一样我去 一想就说 妈 你跟我去吧 你说我 就能去 自己来家吧 思来想去啊 孙大姐决定 给自己啊 找个老伴 现在都挺好的了 嗯 就是 现在就是寻找个伴 挺寂寞的 食物工啦 就是 陪我说话 闹嗑啥啥的 互相关照一下的 就这样 但是首先一天得对我好一点 因为我命太苦了 后半生对我好一点 年龄不要超过七十的 嗯 给税务太大了 现在 毕竟我 年岁也 现在六多岁 我也找一个 想法的 徐智维 六十二岁 外贸采音厂退休 退休工资 三千二百元 丧偶 住房面积四十五平 行吗 这两个屋是 啊 嗯 徐大哥的屋子虽然不大 但功能齐全 收拾的也是井井有条 眼前的徐大哥 看起来憨厚老实 早上红娘还没到的时候啊 他就多次下楼等候了 我看时间差不多了 我先迎迎 要不早起来 不常来找不到 我现在 是不是方便点 我比较熟悉这块 嗯 你咋还有点紧张还怎么着 跟刚才这句话一样了 嗯 是 嗯 嗯 紧张了 嗯 看起来呀 这徐大哥是有些紧张 红娘只得先转移他的注意力了 你协而新呢 新的 为了迎接你们得干什么 就是 洗满衬衣 尊重对方嘛 是不是 尊重你就尊重自己啊 整满什么啦不行 下午的还得慌哭的 再换一会儿 那那个是啥呀 上边这个表 那是我孙女上学的时刻表 啊 给他送他 九岁去 你孙女多大了 九岁 一说起小孙女 徐大哥没那么紧张了 竟然还给红娘秀起了小孙女教她的英语 爱是我 爱是我 是喜欢你 爱爱你 我喜欢你 你这话是跟谁说的 我说这小伙子 摄像师傅 辛苦了 挺好 爱爱你 孙女是教你这一句啊 还有个子 大什么 个子早上好 个子衣服拧是不是 个子衣服拧 紧张 化少 是徐大哥给人留的第一印象 还有一点啊 也引起了红娘的注意 不是你为啥不仇我了 我仇女不好意思 你平时也不仇女的呀 还是不仇女的 看也没有这么看的 咱也不好意思 总干的 是不是 工作关系的人也不能总干的 我知道了 你是不是生活中很少跟女的了 是 对 接手的人 女的很少 那你知道的话 那你明天在相亲的时候 有女的跟你闹客 你也知道 那就会闹了 那就会闹了 徐大哥说呀 自己是个宽容随和的人 最大的优点啊 就是一定会对人好 最不喜欢啥样的女的 我什么都行 没啥要求 这么大时候有什么要求 六多岁的 性格呢 性格我都能接受 厉害的呢 厉害我也能接受 反正我总而来讲 我觉得就比较实在 需要对方认可我了 我催他 他身体好了 我催他条件我都能接受 你属记的 对 57年生日 几分呢 六月份 六月三上 我上面还有个姐姐 还有个哥哥 我姐老大 我哥老二 我老三 我还有个弟弟 但我大哥没几年了 没好几年了 我还有个老母亲 我老母亲自己 自己在司马路住 自己住 有个仪式 仪式停那个房子一楼 还有老母亲 我妈 也不用我们管 昨天自己上华联买酒的去的 那80多了吧 90 哎呦妈呀 自己买 别人买东西他想不住 我没有爱好啊 就 在家就哼哼 反正边做饭边喝饭 就爱唱 你说我边干活 我就边哼哼 边唱啊 反正就是这个性格 那你就来一首 唱一首听一听 不要听 唱一首 是不是感冒我们嗓子呢 那就小哼两句 遇了遇了 来两首没事 我去 我还咳嗽呢 我还带个鸽本来呢 我带个鸽本 你带个鸽本呢 带鸽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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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上去拿个鸽本呢 我上去拿个鸽本呢 哎呀 让红娘没想到的是啊 感冒嗓子疼的孙大姐 今天竟然带了鸽本来 两个人的互动也好了一些 不错的海风轻轻催松 海边一片朦胧 何处有影踪 远处起的声声 夹着海浪声 催老我美丽的人生 想起过去的岁月里 早早暮暮 不对了 想起过去的岁月里 在那常处的海岸上 和你早早暮暮 日落又日出 我赏牙了 可以可以可以 虽然你不在我的身边 对你的情意用在我心间 此情此景 旧日的爱 只要回首说再见 挺好挺好 给你们露一首 我看看你这胳膊什么歌 你会会唱 我看看 里边都有 都有什么歌 我看一下 还有清唱歌 我原来那天我还给他们唱清唱高原 你看今天嗓子就不行了 今天不行了 要么没发挥出来 那也不过我这嗓子可高了 能不能调上去 我这不就感冒了吗 咳咳咳咳咳 有味的水 这都小孙儿给我这个拼 你还没有 原编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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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毛主席 万岁毛主席 你还没有 这就是 金色的太阳 人生起在东方光芒万丈 东方万里香花开放 红旗像的大海洋 伟大的岛是英明的灵修 尽爱的毛主席 可主任你心中的太阳 心中的红太阳 有点高了 你昨天进来都没跟我们说 你会唱歌啊 会 会唱 会唱 深藏不漏你 有点他唱恭喜我 这不就是我唱的吗 会唱 行不行 你这 唱得挺好 徐大哥的歌是彻底把我们给震撼了 尤其是对于热爱唱歌的孙大姐来说啊 那可真是对上号了 mentions 都是诱 variable 尤其是对 为了 谁 去 去 ρη 你 摇 鞋挂在江上 挖羊断了哈密瓜依然香甜 今日回来渡台还会摘香 当我永别了真友的时候 好想那雪崩飞滚万丈 啊 亲爱的真友 我再不能看到你兄弟的身影 和爱的脸庞 啊 亲爱的真友 这通过交流通过唱歌 更加心动啊 比较 心情比较崩范 所以说也激发起我这唱歌的欲望了 也唱了几句 感觉自从道合能找到一起去 我认为 没问题 照顾有信心 有信心 我是有信心 我是充满信心 就看对方如何 看得出来呀 徐大哥对孙大姐那是相当满意了 进屋之后啊 自己主动出击了 洪灵人 洪灵人 你对我有什么态度 你那个 咱俩那些深度的教教 那个 出一出吧 是不是啊 行 嗯 我有这么个条件 我就 我得接我的孙的 或者那个 那都不是这 那都不是这 您得 这样的话你得理解 我最把这丑话都说了前头 我得是早上接 早上送 晚上接 就这样 白天啥事没有了 对于孙大姐的条件 徐大哥也爽快地答应了 那么两个人今天是否能够情投意合地 顺利牵手呢 你得这个 这个 这个 唱 我看你的眼睛 你的眼睛 明亮亮啊 好像他出不一个呀 老大啊 一点也没有 就是陌生感觉好像味道还熟一似的 就是感觉就是这样的 他 嗯 你还有哪个人满意呢 他这个上午 我也是上午 我就想找这样的 我不想找离婚 你对这个孙大樊大姐 是不是也很满意啊 孙大樊大姐 没问题 比较满意 我爱你 是不是 我爱你 你得对他说 我爱你 我说你 你 你 你懂呀 那你也懂 我跟我孙女学的 我爱你 我爸说 我孙女也是说英语八卦的 那也是孙女高的 那也是孙女高的 那也是孙女人的 你对他是不是也满意啊 条件啥的 对 条件啥挺适合我的 缘分就是这么奇妙啊 憨厚木讷的徐大哥 在见到孙大姐之后 像变了一个人 热情又主动 10号 1月10号 1月9号 7 8号呢 9号呢要蹲两只大鹅 蹲大鹅他得找我 找我 我给你打电话 你就过去 他不找我啊 哎呀 他走着你 又怎么 你 找你 找你 找你老大鹅 那你说白去吧 找你你别弄外就行啊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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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爽子 就听我说了 我师父的 你烦不烦呢 我这个说 但是跟师父就不爱说了 我就不说了 因为咱俩头四 我是不是我得把这些事的说说 也没啥事 这很正的 对 两个人是月唠月头机呀 互相留了电话号码 看来呀 这红馅儿 红娘是签对了 看你俩哈 你看 这个年龄一样 都有个小孙女 都上头 唱歌都好听 唱歌的话 一家还近 是啊 你看看 是不是啊 五乡 真的真的都难遇 五乡 这边真是缘子 嗯 谢谢同志嘛 谢谢同志 谢谢同志 谢谢大家 谢谢啊 徐大哥说呀 说啥也得请咱孙大姐到饭店吃上那么一顿 谢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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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了啊 辛苦了 辛苦辛苦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啊 你多少 多少 两咖人还一咖人 行 所以你说算 第一次啊 我俩你啥啊 那个 牵手成功 我俩干的 来一人 行 行 吃口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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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 谢谢 过着过着 你也不吃这么多的 任何先生您说这样 就是你们年轻的人打琴把笑 不行我们老子人呢 有点爱情 就是 这回忘了 我这一生啊 就是太苦了 谁知道我以后能不能好 你以后得对我好点的 没问题 我太苦了 你知不知道 没问题 从小没有嘛 中年没丈夫 选我一人啊 这个出路 你让这孩子不解脱我 没完成任务 你以后算是吧 嗯 爱你我年 爱你是高永远 行不行 这是 行 上 好 两个人几次举杯 一眼而尽 没有丝毫的拘解和陌生 对于他们来说 今天是初次相遇 又像是久别重逢 新福权 62岁 李毅 住房面积30平米 退休金2900元 马大哥 你这个电话太大了 真的 你这个电话太大了 我的电话有毛病 你看毛病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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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好使的 丢着电话 两个被接来电 就是听不见 对 新大哥告诉我们 他的电话已经坏掉一个月了 不管谁给他打电话 自己能不能接全凭运气了 老年人嘛 哪懂这些高科技啊 新大哥说 现在自己一切的生活齐居啊 全靠姑娘照顾着 这是我姑娘 十月份结的婚礼 今年十月份结的婚礼 嗯 我姑娘现在教那个 属于高中 老师 那姑娘是高中老师啊 对 是我姑娘的名 她给我交那个房贷 啊 买多长时间呢 买两年了 这好 但我这个好像也是个老房子 是不是啊 对对对 那你自己的房子呢 我自己的房子就一间 嗯 在那个 辽宁 不是 辽阳路 提起唯一的这个女儿 新大哥语气里 是满满的自豪和疼爱啊 女儿也很孝顺 给老父亲换了这个大房子不说啊 还特意养了只小狗 陪着新大哥 就怕他离婚后一个人孤单 之前是哪个的 唐瓷场 就是西长路 那个安大街那块 有一个唐瓷场 就是做唐瓷盆 唐瓷盆 就那个以前的那种唐瓷那种盆 对对对 那你是负责什么呢 噴花 网上噴花 对 我二十八就结婚 挑来挑去 也是和一个单位找着那么一个 哎呀 这他追的脸 也只有半年吧 我们家确实挺困难 反正他家条件能好点 完了就总 就是吃饭的时候 哎 就体贴我 他吧 本身我就没相中 他个小啊 他才一米五十多点 我一米七十二 但是呢 追来追去的 行啊 就这么的 就以后过日的时候也不错 这眼儿也不错 咱也不能说 离婚了就说眼睛不好 是不是 新大哥说 他和前妻都是长春市唐瓷场的职工 彼此呢知根知底 虽说前妻身高是矮了点 但是其他方面 还真挑不出别的什么缺点 婚后的日子啊 过得也算顺心顺意 要不是十年前 前妻突然的性格大变 新大哥的晚年生活 也不至于形单影之了 都说他是更年期 五年都不搁一块 一人住一个屋 没兴趣 没兴趣 烦 就烦这事 告你了 我就不想 就不想 瞪两眼就 我就不想这事 更年期 你不能总更请你完呢 这都十多年了 这年 你更个五六年咱也行啊 就是说 从48岁就更 更到现在 我们才离婚才一年多了 你不能更这么长时间呢 他提的 不是你提的离婚 我提的 他能啥也不要 他啥也就这么走了嘛 说良心话 我也不想离开他 我原先有一段 我还是 我还是跟他 再想 不行 那 就是说不通 就是 他也嫌我脾气不好 用新大哥的话说 都做了半辈子夫妻了 自己也忍了整整十年 眼瞅着到晚年了 他也不想走进离婚这步 可是前妻那边 态度很坚决 宁可净身出户 也不想再跟新大哥过了 新大哥说 身为男人 他只能选择放手 再找老伴 自己这回可得好好把握了 我们农村的了 上偶的了 这各方面 主要人差不多 过得去都行啊 根据我的这个条件 你就差不多 就 也别整的 太漂亮了 我的妈呀 我的羊 我这笨咖的 眼睛在项目中 这玩意肯定也 玩意 到一起就是缘分 不仅在择偶要求上 新大哥明显有点没自信了 看来啊 得帮他找一个体贴细心 又善解仁义的女人才行啊 王玉珍王大姐是不是 来 我是红娘新千姐 你好你好 王玉珍54岁 两段婚姻 退休金1500元 住房面积40平米 别给我溜下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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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哪里 大姐都来了呀 大哥又不接电话了 红娘知道 新大哥的电话坏了 所以半小时前 还特意打电话嘱咐过 让他在家里等着我们 现在王大姐都到家门口了 这新大哥人去哪了呢 大哥你们在哪呢 我也滚到头了 回来 我跟大姐在家里呢 在哪个家里啊 哪个家里 你有几个家呀 那我马上回去了 快点啊 这怎么的 还学了一个小宠物是不是 你给打去了 我师父看打扶去了 看打扶去了 我都跟你说 我跟大姐晚上到了 在喜打这么大呢 他向楼下开始打扶上去了 我马上过来了 你这想 大哥你这实在 你得这么说 我下去迎你去了 眼瞅着相亲对象 马上就要到了 咱们新大哥 还能有心思抱着小狗 下楼看人家打扑下去 我说新大哥呀 你可是红娘遇到头一个 心这么大的人呀 心心拳 心是心气急的那个心 不是那个 心幸福 对 然后拳就是全面的拳 这是王玉珍 没有错 人挺干净的 说话落盒挺爽快 不是那个托尼带水的说话 挺爽的一个人 但是唯一一个去年吧 个头稍微 黑点 嗯 稍微胖点 这些队友的养的 无所谓的 这些队友的都 就是人 憨厚老实 本本分分的 人品好就可以的 俩人一见面 演员这一关 算是都过了 那就继续往下了解了解吧 对 这属于客厅 这块这边有个朵 这块这边有朵 这块 这块是厨房 后都打开了 是啊 我就看好像那厨房 后改一下 对 后改一下 改一下厨房 在厨房的时候挺好的 这块是那啥子 在厨房 行 看着吗 有脸我自己可以看 其实还行 挺好的 就是家庭 就一般家庭 我不喜欢就是特繁华的家庭 特高等的家庭 咱也不是那高等一个人 就是简直讲 普普实实地过日子 冬季也不少是吧 那也是 那妈消灯 我打鱼妈消的 妈消 该冷 该冷 该冷那种 要一些东西都没用 其实这也是挺汗 后挺实在的从那样 我说那后边那些东西好像挺多的 以后没用 冷不冷了吧 他说那行 挺好 行 就这一情况 我感觉到 他以后感觉到两个人啥事 能上来 还能听我的话 那你说啥呢 我说狗 说狗 比我大八岁 对 小八岁我也看不出来 实际上他也挺老 真的我 我丑着好像也挺老 你丑着像多大 我丑着跟我恍惚 比我小两岁 这是我家姑姑娘 那是姑娘 那姑姑娘 有没有觉得姑娘跟大姐长得有点 有点连像 像 我不知道北人看一下 咱家照片 就感觉跟大姐 有点连像 都挺善后的说 嗯 臉型上都可像了是不是 嗯 你看姑娘 其实是我头一眼一的感觉 你第一眼看啥感觉 你就这样 就好像说 像我挺像我 不光是红娘在旁边看着像 就连王大姐自己看墙上的照片 心里也很惊讶 自己的长相 竟然跟新大哥的女儿有几分相似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缘分吗 近我去 近我去 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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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狗是忠神 看热闹了 是不是 来看热闹了 狗是忠神 这个狗跟大哥感情可好了 我不喜欢狗 不喜欢养动 人吧 人就是有走那天是吧 就挺难受的 再加个狗 你就好像是 态度伤害也 也打击也挺难受的 就是 我不是不喜欢 我不是不喜欢 你在前半生经历的态度 对对对 经历过妈妈去世 就是爸爸去世 去世 对对对 包括你前半老公去世 对对对 很多很多的 能避免 大姐 二姐 三姐 能避免生死离别 对对对对 就是这个想法 这家姐妹都没了 爹妈都没了 她比我还大小八岁 你说说 这心里头我能够 也有点细点 我粗是粗 心里头还多少有点细 不再用养 你就养白那小狗那么低 这时候的话 我不前一前一所大 从王大姐进屋到现在 新大哥光顾着陪王大姐参观屋子了 两人一坐下 新大哥这才有时间 好好瞅了瞅王大姐的脸 没想到这一瞅啊 一下子就瞅出问题来了 哎 眼前的这个女人 自己好像认识呢 我原先就好像瞅着过你 是啊 我一瞅他面熟了 你看 我们俩面熟了 太面熟了 我瞅得很面熟了 不知道跟哪见过 原来不止新大哥看到王大姐后 有这种相熟的感觉 就连王大姐这边 自从进门看到新大哥后 脑子里也一直在回忆 自己在哪见过新大哥呢 你原先向上铁北条路里面熟过 我原先搁那个弹琴厂的那 上那边 那太看了 我原先我开放电子去那边 你看我瞅得也面熟 那他说老黄老多年了 八几年的时候 对 那咱那挺多年了 那咱看着老范上弹琴厂去 他们劳动 我是文兵 你那时候在那干啥呀 我那时候八几年的时候 我跟开放电来讲 也是在那一片呢 对对对 就绝在路一下 绝在路一个条路去教会 那能那么巧 你俩就见到我见面 凡是没说话 但是我瞅得特别面熟 我瞅你也面熟 经过王大姐的努力回忆 终于找到了 他和新大哥 曾经有过 几面之缘的地点和原因 可是再细想想 那都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 如今的新大哥和王大姐 在外貌上多多少少 还是会有些变化的 会不会是因为王大姐的长相 和自己女儿有几分相似 所以新大哥 才会对王大姐的印象如此之深呢 那因为她长得像你姑娘吗 不是 那可能那哪儿呢 说清明街那边呢 清明街 嗯 那我离唐子厂进嘛 那清明街你怎么样待我 那我离唐子厂进 我就唐子厂的 那我给清明街的开房间呢 你看你看你看 清明街那我唐子厂里 在那个店里头给我做衣服 然后大哥每天上班 然后从那来回路过 对对对对 然后时间长了就 骑车 对对对对 对彼此呢对 对肯定有个印象 那是 但没想过今天能有这样的缘分 是不是这样的 新大哥和王大姐的经历 简直像极了一部电影 生活轨迹总是重合 但是却总是一个向左走 一个向右走 退休前来了 退休我55退 退休这么多年了 退完了我又 就55吗 55完了我又在那个助包 可能干那个 助包 哪个助包 去什么路 就是 刘远洞那 你给他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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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是不是 给他做的 你给他做的 你给他做的 我给他做的 你给他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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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是做的 你看他做的 大姐 我说话 我说 丑着这么严 就是熟 不知道跟哪儿见了 这鬼对人好 你们说说 这得是啥样的一种缘分 这么多年 不管王大姐在哪儿开店 新大哥的生活轨迹 都能和他重合上 再复合就复合 那懂你的了 你要是说 实心实意跟我过 咱俩的财 咱俩的什么 咱俩说 算 我可也都交给你 真的 是不是 我可以 咱俩商量的咋样 这个钱怎么花 互相一商量 一商一量 不完事 对 你说对不对 你说对不对 我说话 先说了 大家都一起 那啥我钱啥的 全交给你 都跟你说了 对啊 那你说 你老店也前妻 又店也还 还那会儿挣钱 比我还多呢 他还得贴合我呢 既然新大哥 已经给了自己承诺 王大姐也表示 那就没必要 在这个问题上 继续纠结下去了 这些事挺解释的 我也挺有自信的 咱俩先就是说 触触看吧 是吧 对 触触看 咱俩也互相聊一聊 一些秉性啊 看事 就是说 十和自己的没有 都得互相包容 是不是啊 互相理解想对方吧 理解对方 是不是啊 就是说咱俩结婚以后的话 还说过了嘛 勾字都给我嘛 对 眼看着今天的相亲 一切都往好的方向发展 新大哥这心里呀 可乐坏了 赶紧下楼买了一堆的菜回来 必须得留王大姐在家里 吃上一顿家常便饭才行 俗话说得好啊 男女搭配干胡累 看着王大姐在新大哥的帮处下 忙得热火朝天的 红娘心想啊 别再当着电灯炮了 还是去超市买点饮料吧 可是红娘买完饮料 刚进屋 就听到厨房里 传来两个人 争执的声音 把厨房掺出来就完事了 我跟你说 咱出房吧 咱也不用搁门 你知道吧 这个家整个人还 把这个把这门打开 总是热火 总是 这就好像抢了 整个厨房 三四个屋全是热火 就不差一个地方冷 不可能冷 不可能冷 弄坑那就可以了 那姐姐就是像汉吗 把这个直接撤一下 撤一下不要 撤不到汉 他说过日的吧 还是老传统上的过话 他就是说 就是原先的传统通过话 留门 没办 现在不都打开事的吗 都打开事的 他就是虚忍不了 是不是啊 继续留门 这个门刚刚割了 你看这点完 就站那点地方都显得站 这点地方 对 这属于客庭 单独的客庭 这块这边有个堵 这块这边有堵 干嘛 这块 这块是厨房 后都打开了 是啊 我就看好那厨房 好后改的 原来呀 从刚进门的时候 细心的王大姐 就已经把整个厨房的格局 都观察完了 她总是觉得 有些地方设计的 不是很合自己的心意 所以也跟新大哥 提出了一些建议 可是新大哥 也有她为难的地方 妹妹说这个也对 关键不是我说 咱改动不了 嗯 你说对不对 你要是 我说了算 我那房子 你说卖是处理 我说算 你这房子 管哪个眼睛 还大头是眼睛的 管你住 但是不要你动 新大哥为难的地方 就是在于 这个房子 不是自己的 想要重新装修 必须得经过 女儿的同意 见此情况 善解人意的王大姐 又提出了一个建议 那如果有一天的话 你的房子就是 你住的 像我的小房子住的 我那房子四度比方米 其实王大姐的想法 也能理解 辛苦半辈子了 到了晚年 就想找个老伴 两个人住的踏实 舒心血 而且王大姐也并不介意 让男方去住自己的房子 看得出来 王大姐是真心实意的 在为她和新大哥的未来 做打算 可是思想保守的新大哥 却对于去女方家住的 这件事特别排斥 不去女方家 不去女方家 一般男的去 还是觉得接受不了 他就说你那小房子住 他就说你那小房子 我那小房子更行 那是六楼多高 不是这地方了 不是 六楼 六楼顶头 完了到夏天 一晒天晃 还真烂 如果住新大哥女儿这个房子 新大哥做不了女儿的主 不敢轻易地重新装修 如果去住新大哥的老房子 环境又太差 根本住不下两个人 那么去住王大姐的房子 新大哥又觉得没面子 事情就这样陷入了僵局 这是厚花了 我跟你说 这是厚花了 如果住得好的话 咱厨房为的好 那不是说 咱也不是说 也不是说为了不好 整个厨房 是不是啊 出好了的话 也会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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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呢 什么事呢 这事 思虑再三 最终还是王大姐 主动做出了让步 打破了眼前这个僵局 打破了眼前这个僵局 得到了王大姐的理解 新大哥心里不仅对眼前这个女人的好感 又上升了一个高度 婚姻嘛 就是不断在进退之间找到两个人相处的那个平衡点 问题解决了 现场的相亲气氛又回到了之前其乐融融的氛围了 那啥我爸不喜欢别的喜欢唱歌 你爱不爱好唱歌 疼不疼 我爱好 我也支持你唱歌 那得行 我也不反对 不反对 我还得支持他 我还爱唱歌呢 对啊 我跟他一起唱 狼来沙扬啊 爱得疯狂 爱得更 不对了 我有点 有点 小的 要命吗 你都不对 他就有点 现在有点嗓痒 我现在嗓的有点痒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